苗栗頭份一間越南小吃店 今天凌晨傳出火警 消防隊趕到現場時 二三樓已經冒出大火 而屋主一家四口 以及一名越南籍醫工 送醫抢救後宣告不治 而同樣住在屋內 還有一對越籍夫婦 他們是從三樓跳窗 順利逃命 熊熊烈火吞噬頭電錯 爆炸和消防車的警笛聲 在黑夜中回盪 這場惡火無情的奪走五條人命 包含兩位羽童 悲劇發生在苗裡頭份 今天凌晨兩點 中華路的一間越南小吃店 傳出火苗 警消貨包趕到時 這間三樓透天錯 已經全面燃燒 我們到達現場的時候 鐵門伸鎖 我們利用圓盤切割計 及水線防護 切割鐵門 然後入室搜救 住在三樓的男員工被燒整礁石 住在二樓的屋主一家四口 也失去生命跡象 送醫後懸告不治 另一位租的三樓的女員工 跳樓逃生 扭上腳踝保住一命 屋主許姓男子的肌膚透露 35歲的屋主以前是水田工 和41歲的五姓妻子 婚後育有兩名女兒 分別是8歲和6歲 一家四口在去年初 買下這間透天錯創業 一樓經營越南小吃店 二樓作為住家使用 三樓則是租給越南移工居住 連續抱怨 他們經常唱歌到三更半夜 像老闆娘反應了好多次都沒用 今天沒聽到歌聲 竟然是發生悲劇 今天晚上一兩點還在唱嗎 今天沒有聽到歌聲 那你知道怎麼樣發生 那我們不知道 我們是聽到隔壁聽聽聽聽聽聽 好像一蹦桌子或是幹嘛 好像吵架有沒有 隔了一二十分鐘 煙很大就知道找火了 鄰居不清楚屋主一家 有沒有看別人的劫院 而屋主給媽媽透露 兒子的店裡出入人口相當複雜 下期期會原因有待警銷 進一步離清 越籍夫妻跳樓成功逃生 但這兩人卻分別在送醫前後失蹤 稍早他們已經抵達警局 厘清案情 初步了解 順利逃命的越籍男性女性 在越南已經登記結婚 妻子為合法移工 但是丈夫持觀光護照來台 目前是與其拘留的狀態 募集鄰居表示 我在當下兩人從三樓房間 將鐵窗敲開之後 一躍而下到二樓的屋簷 再從一旁的鐵梯爬到一樓 妻子因為腳扭傷被送醫處置 治療完之後卻不告而別離去 而丈夫跳樓後便不見人影 稍早夫妻倆抵達警局 丈夫也因為受傷在旁人的摻扶下進駐 將一同釐清 事發原因以及經過 就是日前刑事局日前透過 透過了國際刑警 就是澳洲的聯邦警察 請求台灣的警方共組專案小組 一起要來協助棄捕一名在澳洲當地 涉及兩件以上 謀殺未遂案件的嫌犯 他就是畫面中的這一號人物 他叫做麗莎萊恩斯 他涉嫌在2017年的時候 教唆他的小王約瑟夫 手持斧頭砍殺前夫喬納森 導致前夫全身癱瘓傷種住院 刑事局國際刑警科 日前接獲南澳洲警方 與澳洲聯邦警察 請求台灣警方共組專案小組 協助棄捕一名 在澳洲當地涉及兩件以上 謀害案件的麗莎萊恩斯 據了解麗莎為了監護權 企圖買兇謀害前夫 接著在2020年間逃往台灣新店區 根據澳洲司法機關調查 認為麗莎涉嫌重大 透過國際刑警組織 對她發動紅色通報 台灣刑事局接獲通報後 也立即組成專案小組偵辦 專案小組發現 麗莎來台後 在某外人書出版社 擔任高層顧問 由於她在台灣沒有犯罪事實 刑事局和移民署 將持續監控她的行蹤 鎖定她11月15日 將搭機前往帛琉遊玩 趁她到帛琉機場時 與澳洲警方同步在機場逮捕麗莎 並在15日把麗莎押解回台 隨後麗莎便被澳洲警方押解回國 以兩項罪名移送 目前被關押在科羅爾監獄 警方指出麗莎是名高知識犯罪者 眼見犯下的案情即將曝光 便透過線上應徵 台灣出版社高層顧問 隨後申請入台工作簽證 並定居新店區 那不是國際刑警組織 發動紅色通報 麗莎恐持續逍遙法外 接著帶帶來關心到的是 軍事情報局有名女上校以及中校 聯合瞎拍假情資 詐領千萬獎金遭到起訴 昨天是首度開庭 兩個人從看守所被提到法院 那這也是兩人長相首度被曝光 軍事情報局中校蘇西銘 上校蘇永林 2018年起聯手以不實其妹績效 詐領工作經費達千萬 且挪為失用 軍方察覺異常而主動報請 士林地檢署偵辦 惡人被依貪污治罪條例 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務罪 偽造公文書 洗錢等罪嫌起訴 昨日寺院首開庭 在押惡人也從看守所被提到法院 同時也是首次曝光惡人的長相 好 很多人可能都會不甘心被分手 但這時候千萬不要做出一些過激 甚至是違法的行為 台中有一名流姓工人 和他15歲的女朋友交往了一年多 那他因為不甘心被分手 竟然心聲不滿 找朋友列印少女的裸照 並且列印出40多張 在校門口貼張貼在校門口 還有少女的家門口 那少女經過報警處理之後 正一名流姓工人被依法判處 五年徒刑 全案還可上訴 恐怖情人常在被甩之後 在網路散布對方的私密照 但台中一名男子竟然把裸照印出來 貼在對方的學校和住家門口 堪稱恐怖情獸的事件發生在台中 流姓工人於2021年底 和一名15歲的少女交往 明知道人家未成年 卻和對方在公廁等地 多次進行人與人的接觸 甚至要求少女傳私密處的照片給他 但他沒有珍惜少女的信任 反而在隔年被甩時 先傳少女的裸照給朋友 接著一伙人寫了一堆 污衊少女的話 做成40張裸照公告 張貼在少女的生活周邊 誇張的是朋友作案時 還要排下成果向他回報 少女獲報之後報警 台中地院何一庭省著 流姓工人還沒取得少女的原諒 最近日依兒哨性剝削等罪 判他有期徒刑五年 全案仍可上訴 接著看到的是一起發生在台南的死亡車禍 有一名阿嬤她是開著箱型車載著孫女 不過阿嬤下車拿東西時 車子卻突然下滑 阿嬤是用她的身體奮力來抵抗 不過依舊是擋不住車子下滑的速度 最後車輛翻覆 阿嬤慘遭壓死 而車上的孫女並未受傷 阿嬤嘴裡一邊喊著 一邊試圖用身體阻擋不斷向後滑動的車子 但最終人遭到車子拖醒 最終消失在盡頭前 台南市北區實踐路26日發生一起死亡意外 70歲方姓女自駕駛駛駛車載孫女 將車暫停實踐街巷弄內並下車拿東西 但車子卻突然向後滑動 妄女阻擋未過當場被壓在車下 送醫不至死亡 車上孫女未受傷 卻案由五分局報檢察官相演中 好 現在讓我們一起關注到的是 身上背著四條通緝的一名男子 他昨天晚上八點的時候 被巡邏的遠景看見了 發現他駕駛著自小客車 正在聽等紅綠燈 那這名陽性男子見到遠景上前之後 就立刻加速逃逸 立刻就上演了一場警匪追逐戰 最後遠景拔槍 駕令他下車 陽男嚇到腿軟 連喊對不起之後就被壓制住了 那全案目前已經依法疫情正辦 男子在地上翻滾 嘴上連喊對不起 但就在前一刻 這名男子還在道路上駕車飛遲 不斷闖紅燈向藥甩開遠景 27日八點十分許 巡邏遠景發現 身被四條通緝的31歲陽性男子 駕駛自小客車停的紅綠燈 陽男見到遠景上前 立刻加速逃逸 雙方上演警匪追逐 透過盡望支援 將陽男追至車 枕動彈不得 遠景立刻拔槍 和鈴下車 陽男嚇到連喊對不起後 被壓制就帶 警報則從車上插扣 鋼竹彈 衝鋒槍一把 全案依法易送正辦